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一起就在一个申请里包括了 还是需要单独申请 还是不能申请 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那大家知道美国移民最主要的两个类别 一个是职业移民 另一个是亲属移民 那亲属移民里面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不需要排期的 另一种是需要排期的 哪一种不需要排期呢 美国公民的immediate relative 直系亲属 也就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未成年子女和父母 比如说我21岁以上 那我是美国公民 我给父母办绿卡 可以不需要排期 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手续办完了就可以 当然不是说我今天申请明天他就能拿到绿卡 那这个还要有这个固定的流程 对吧 那你得把手续办完 但是你不需要等排期 不需要名额 但是呢 另一方面 这类亲属移民申请 那你申请就是这个亲属 不能带上配偶 比如说我给父母办绿卡 我是不是只要交一份I130 亲属移民申请就行了呀 不是 你给你爸爸妈妈需要单独 各自提交一份I130亲属移民申请 那么类似的 比如说我这个给配偶办绿卡 那么这个配偶呢 如果说此前还有一个小孩子 那像这样呢 那我是提交一份还是两份申请呢 一般你也要提交两份单独的申请 一份给配偶 另一份呢 给你的未成年的子女 像这样 那么这些呢 是不需要排期的亲属移民 除此以外呢 还有需要排期的亲属移民 那这里面呢 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美国公民的亲属 另一类是绿卡持有人的亲属 美国公民能够给什么样的亲属办 需要排期类型的亲属移民呢 美国公民可以给兄弟姐妹办绿卡 我们知道 然后呢 美国公民还可以给成年的未婚子女办绿卡 然后美国公民还可以给已婚子女办绿卡 像这些呢 需要排期 排期时间还不短 比如兄弟姐妹要等十几年排期 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你给主申请人来办这个亲属移民 可以带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 比如说 我是美国公民 我给我的兄弟姐妹办绿卡 那我兄弟姐妹呢 他有一个配偶 还有十个孩子 那他们呢 原则上呢 也有机会和我的兄弟姐妹一起拿到绿卡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 那他不能超龄 那具体超龄计算呢 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简单来说呢 排期排到的时候呢 他算出来的年龄不能超过21岁 至于怎样计算年龄呢 要看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 这个呢 我们此前介绍过 以后也还可以单独介绍 所以呢 像这样就是配偶和排期排到的时候 未成年不到21岁的子女 他可以和主兽艺人这个亲属一起拿到绿卡 类似的 比如说我是美国公民 我的孩子已经结婚了 我还有这个孙子女 那么我给我的儿子办绿卡 这儿子呢 那我的儿媳也让我的孙子女 如果到时候不到21岁 他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取得绿卡 像这样这个情况 或者呢 有的人他这个子女是未婚的 大家知道未婚的子女比已婚子女排期时间短 但是他未婚呢 但是他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对吧 这是两回事 所以呢 那你比如说给你的儿子办绿卡 你的儿子未婚 但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生物上的孩子 血缘的孩子 那像这样呢 他也有可能 你的孙子和你的儿子都可以拿到绿卡 那么这里解释了美国公民 给这个亲属办绿卡 那么亲属的家属也有可能同时拿到绿卡 那么绿卡持有人给自己的亲属办绿卡 是怎么样情况呢 绿卡持有人不能给父母办绿卡 绿卡持有人也不能给已婚子女办绿卡 那么绿卡持有人可以给配偶办绿卡 可以给未成年子女办绿卡 也可以给成年的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办绿卡 对吧 那我们讲到未婚 对吧 那他有可能有同居的朋友 固定的男友女友 或者也有子女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在办绿卡的时候呢 他讲到是吧 能够受益的这个亲属呢 是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还有他的未婚子女 及未成年子女 像绿卡持有人呢 给配偶办绿卡 那他配偶呢 如果有未成年的子女 也可以一起包括上 一份申请就可以都包括 那这是你说的一份申请呢 是一份I130亲属移民申请 那过后当然每一个受益人 包括主受益人 他的亲属和亲属的家属呢 那都要单独有一个自己的 后续的调整身份的申请 在美国境内是I485 在美国境外是移民签证 对吧 那但是前面呢 你办130的时候只需要一份 所以呢 绿卡持有人给配偶办绿卡呢 可以带上配偶的未成年子女 如果给子女办绿卡呢 那不能带子女的配偶啊 对吧 因为绿卡持有人 不能给已婚的孩子 呃 办绿卡 但是呢 你可以带上子女的子女 也就是你的孙子 啊 比如绿卡持有人呢 给成年未婚子女 办绿卡 他的成年未婚子女 有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一块带上 包括上 甚至不到21岁的子女 如果说有自己的孩子 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 但是呢 理论上说啊 这也可以包括进去 听起来比较绕 对吧 这个信息比较复杂 但是如果你一遍没有听明白 你可以倒回去再听一遍 那么总体来说 简单总结 对吧 亲属移民分成两类 一类是不用排期的 另一类是要排期的 不用排期的办起来快 但是呢 那每一个人呀 单独给办 你给这一个亲属办 不能包括这个亲属的家属 用排期的呢 原则上都可以包括亲属的家属 需要排期的亲属移民呢 又分成美国公民的亲属 和绿卡持有人的亲属啊 那里面也有细微的区别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只是一般的种类 只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除此以外呢 那还有婚姻关系的真实性证明啊 财力的担保的证明啊 还有要表明这个亲属 他没有犯罪记录 违法记录 没有违反移民法身份的gap等等 那这些也都需要注意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有更多的 关于亲属移民 总体关于美国移民 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